最好的方式就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他们等会儿趴着 只要他一过能看见就行 他们看见一个树就看上一个树去 别人在哪呢 别人在哪 哎呦 这女的 你让我们看一个树就行吗 哎呀 你跟炸弹去 跟他们在一起好危险 快点一下 此时 背后贴有最后一个未知密码的猎人出现了 快点一下 快点一下 好 猎人走远 王俊凯错失看清密码的时机 获取信息失败 不能再作业待遍了 走 坐上 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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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 酒 我看见个银色的酒 酒 没错 银色的酒 走啊 我去做任务了 已经三个数字 还是一个就是银色的酒铃 最后一个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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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奶 纯正美末的酸奶 我得喝点酸奶 喝酸奶了 我还真渴了 您尝一口 我们的酸奶 你杯子干净不 我直接拿瓶喝 黑色酒石 黑色的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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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完全没有去 黑色酒石 黑色酒石 快快快 黑色酒石 打不开 银色 银色酒石 管它呢 什么色都行 打不开 怎么还生错了 师傅这老贼 果然滴水不浪 这怎么会生成事 他要找了证据的密码 必须在房中一探究竟 这位兄太 大秦公子 这位兄太 去支付房间 帮我们找一下密码 你救我二人出去 支付的房间 这不是密码吗 不对啊 也许顺序有错 密码失效 保险箱无法打开 白泽博士给家族队员 下达了补充信息 来来来来 最后一个数字 银色的酒铃 已经被找到 但是白孟飞跟陆野音 输入的顺序错误 被困在密室 43分钟之前 找到证据的密码顺取 并告知白孟飞和陆野音 依然有机会获得胜利币 分配的密器 若提供的胜利信息错误 其位置将会通报给列人